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派三叔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建龙演播 第28集 我见老杨 把脸挤在那个缝里 好像要钻进来 我暗骂了一声 心说你小子刚才死也不进来 现在后悔了吧 哼 我说老杨 别吵吵 我找到有趣的东西了 正在看呢 老杨皱了皱眉 你找到什么了 我把刚才发现尸体的经过和他说了一遍 叹了口气对他说 哎呀 这家伙可能就是我们的下场了 要找不到路 我们恐怕比他死得还快 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人的名字有些耳熟啊 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同学叫这个名字的 说着 我退到了那块巨石边上 想把身份证从缝隙里传出去给他看看 可是我抬头一看 却突然看到老杨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惨白惨白的 正直勾勾的盯着我的脸看呢 我心里陡然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心说怎么了 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的表情啊 难不成我们小时候还真有个同学叫谢紫阳 又闭上眼睛想了想 实在想不起来 现在人情淡薄 大学的同学有些都已经不认识了 小时候的更是没有记忆 我看老杨不说话 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身份证号码 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不过这个人的年纪和我们 刚说到这里 突然一道闪电划过我的大脑 一下子我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 谢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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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呀 这名字好像不是什么陌生的名字 这是老杨的本名啊 我的头皮猛的一炸 几乎打了个寒碜 忙仔细的去看身份证上的生日 一看不由的一阵悬晕 我的天啊 真的是老杨的生日 可这 这是不可能的呀 这张身份证难道竟然是老杨的 那难道这具已经腐烂成骨头的尸体 是老杨吗 可是这不对呀 如果老杨三年前就死在这里了 那在石头外面看着我的 是谁呢 我的脖子都硬了 几乎是机械的转过头去 看着石头缝隙里透出的那半张脸 忽然感觉到一阵莫名的恐惧 老杨的脸在手电光的闪烁下 显得鬼气森森 看上去竟然和外面看到的那条黑色巨蛇 有几分相似了 我不由自主地向洞的内部退去 不敢再靠近那块石头 老杨却一动不动 还是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也不说话 好像一座石刻的雕像一样 以他的脾气 看到我这个样子 肯定将我骂得像孙子一样 如今这个样子 难道真的因为身份败露 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吗 此时我心里越发的怀疑 外面的这个人 虽然长相脾气和老杨一样 可能却不是老杨啊 我从杭州来到这里 之间的经过犹如放电影一样 在我脑海中闪过 那一个个谎言闪烁其词 他在青铜树顶和我说的话 都历历在目 那在其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怀疑 也在这个时候逐渐清晰起来 我一向认为老杨的城府 不可能会有这么甚 一来我和他的关系 他根本不需要骗我 二来他说那些谎言的时候 无不真切到了极点 如果不是我这个人过于谨慎 根本发现不了的 可是看其他方面 这个人和老杨太像了 我找不出一丝的破绽 虽然我心里已经百般怀疑 还是只认为他的性格改变了 没有想到的根本不是老杨 这个时候 那个老杨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的脸缩回到后面 老吴啊 我刚才不让你进去 你就是不听 只能怪你自己太固执了 你没听别人说过吗 有些事情知道了 并不一定是好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 心说果然有问题 一边努力的 让自己的声音不要发抖 你不是老杨 那你到底是谁呢 我 我是谁 我就是老杨 谢子杨 从小和你一起长大 做了三年劳的 谢子杨 你要不信 可以去查我的案底 胡说 胡说老杨的尸体就在我边上 他死了已经有三年了 他根本没出去坐牢 你他娘的到底是谁 老杨的半边脸 又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岩石间的缝隙里 森然的一笑 不错 他是死了三年了 但是我活着 你有什么区别吗 我看着他的表情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皱起眉头一想 突然张大了嘴巴 我靠 你不是人 你难道是他物质化出来的 老杨冷冷的哼了一声 你怎么不说 他是我物质化出来的 谁知道呢 我和他一模一样 谁知道 是哪个先 哪个后 我几乎失控了 捡起一块石头 就朝他扔去 他的脸往后一闪 老吴 其实我和他是一模一样的 你不用介意 他应该有区别 谁知道用这种力量物质化出来的 他娘的是什么东西 那老杨突然沉默 脸色变得很难看 盯了我一会儿 突然猙獰的说 放你妈的狗屁 喇子就是老杨 你和他是一路路货色 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心里顿感不妙 忽然一只枪管 就从缝隙里扇了进来 我赶紧翻身 到了死角里 老杨一枪打在石头上 削掉了一大片 接着 枪头马上就描向我在的那个死角 又是一枪 子弹几乎是贴着我的脖子飞了过去 这个缝隙空间实在太小了 就算有死角 也无法保护我所有的身体 我一看情况不对 忙一下子关掉自己的手电 让他看不到我 他慌论之间开了几枪 都没有打到我 我翻身冲到岩石边上 拿起石头 就去砸伸进来的枪管子 几下子 那枪管子就给我砸得变成了九十度 那老杨拔又拔不出去 气得大骂 我冷笑着 哼 什么一模一样啊 嗯 我不认为老杨会朝我开枪 你他娘的就是个劣质的仿冒品 我自老杨和我提起物质化活人之后 心里就一直有一个疙瘩 总有一股感觉 这棵古老的青铜树在这里 不会没什么目的 这种几乎恐怖的能力 所带来的生意 会是正常的人吗 真的和我们一模一样吗 会不会是某种妖怪呢 现在看来 这个人虽然不知道 是不是和我们一样 但是他显然知道 自己是被物质化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事情 大大的不妙起来 那老杨和我对话了一会儿 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 就不说话了 接着他将手电关了 一下子整个空间一按 无尽的黑暗压来 在这一点光源都没有的狭小空间里 显得格外的沉重 我提防着他有什么诡计 说到死角里多好 就听他说 老吴啊 我记得你小时候最怕黑了 现在怕不怕呀 不过你可千万别乱想啊 记得我刚才和你说的话吗 在这个地方胡思乱想的话 小心你的灯一开 你面前出现一张死人的脸啊 我心里直骂该死 这家伙是想我因为对黑暗的恐惧 而自己实化出什么怪物来 我心里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但是内心反而害怕起来 他刚才说的手电一开眼前 便出现一张死人脸 一下子使我的神经掉了起来 我马上就感觉到自己的面前 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 我呼出去的热气 撞在了那东西上 反冲到我的脸上 带着一股腥臭的味道 没这么灵吧 我想着 从那老养刚才的表现来看 物质化能力非常难以管制 否则我刚才也不会给这巨眼黑蛇 撞得如此狼狈 照道理不可能这么容易 就弄出个怪物来吧 错觉 我对自己说这是错觉 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在这么封闭的一个黑色的洞里 恐惧是肯定有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忽然脸上一湿 好像有一条冰冷的东西 一掠而过 我一下子浑身冒出了冷汗 几乎要尿裤子了 小心翼翼的摸了摸胸口 心脏狂跳 只觉得全身发软 他娘的 这下子没错了 妈的 黑暗里果然多了什么东西 我不敢打开手电 人缓缓地往后靠 想紧贴住石壁 可是我的背 一靠到后面 我马上发现那不是石头 而好像 是一片一片的鳞片 我甚至能感觉到 鳞片下面筋肉的蠕动 天哪 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背后怎么会有鳞片呢 我赶紧闭上了眼睛 紧紧抓着自己的手电 举到自己的面前 刚想打开 突然听到那个老仰 坐坐地惊叫了一声 老吴 怎么不开手电呢 我帮你扎扎 接着他的手电就亮了 我猛地看见 就贴着我的鼻子尖 一个巨大的蟒舌头 昂了起来 他犹如水桶一样的身体 攀绕在洞穴里 我的头顶 背后的岩石 全变成了鳞片的墙壁 黑的 犹如宝石 被老仰的手电一惊着 四周鳞片抽动 身体缓缓地摩擦 发出了令人胆寒的嘶嘶声 贴着鼻子的巨大舌头 满眼蠕动的鳞片 我不知道怎么来和别人说这种震撼 一下子我的心脏好像停止的跳动了 浑身僵硬的 犹如石头一样 第一次实际领略这种能力的巨大威力 让我仅有的一丝怀疑 也一走而光了 可是这条巨大的黑色蟒蛇 是如此的真实 每一片鳞片 空气中的气味 这种无处不在的摩擦声 都毫无破绽 我实在想象不出 这东西是怎么突然产生的 如果刚才亮着灯 难道会砰的一声 凭空就变出来吗 那个老仰 他还在外面叫着什么 我也没有心情去理会他了 只觉得那种爬行动物 毫无感情的目光 在我身上徘徊 本来我所处的岩石缝隙就小 现在突然出现了 这么一条黑龙一样的巨蟒 连做广播底操的空间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 只要那条蟒蛇随便一张嘴巴 往边上这么一咧 我就马上嗝屁朝凉了 什么都完蛋了 我心里闪电般的盘算了一下 蟒蛇的嗅觉和视觉都很灵敏 没道理看不到我 现在只有一个希望 就是他对于我这样的体型不感兴趣 蟒蛇是不会捕食体积太小的东西的 我只要坐着不动 不引起他的恐慌 他可能就会放任我不管 但是如果这一招不管用 那这一次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我咽了口唾沫尽量不让自己发抖 巨大的舌头在我耳边舔过 留下极其难闻的唾液 但是幸运的是 他只是抬起头 注视了我一下 马上转头去看那在石头后面的老杨的手电光源 老杨躲在挡住洞口的巨石后面 看到蟒蛇没攻击我 反而转过头 向他探了过去 马上一声不对音了 封住通道口的巨石 相对于巨蟒只有他的脑袋一样大 根本挡不住他 我听到老杨骂了一声 蟒缩回到石头后面 咔嚓一声关了手电 四周一下子黑了起来 那巨蟒两只黄色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出了荧光 我拯救大气不敢出 隐约看见巨蟒轻轻的顶了两下 见石头没动静 突然缩起了脖子做了一个攻击的姿势 我脑子里出现了电视里蟒蛇捕食的动作 马上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刹那间蟒蛇缩起的脖子 犹如子弹一样撞了出去 就听得一声闷响 整个山洞一阵 堵门的巨石像缝阵一样的撞飞的 我听到老杨一声惨叫 接着就是石头互相撞击的声音接连不断的传了过来 虽然知道外面不是真正的老杨 但是这一声惨叫 还是让我条件反射的心里一慌 巨蟒发现石头后面的空洞 但是他的脑袋太大了 怎么也钻不出去 他的身体在缠绕中不停的攻起来 我左躲右闪不给他卷进去 不然给他两边的蛇鳞一夹 肯定骨头尽端 几次尝试不行 蟒蛇开始烦躁起来 甩着脑袋开始撞向那洞口边上的石壁 蟒蛇的身体盘起来看上去已经非常吓人了 如今龙一样舞动起来 更是壮观的离谱啊 几下子 那洞口就给他撞裂了一个大口子 巨蟒用力一转 脑袋便钻了出去 鳞片摩擦的石壁把整块石头都挤出裂缝了 巨蟒将前面挡路的石头尽数向外推去 我跟着蟒蛇出去 看到老痒躺在碎石堆里边 几乎全部身体给压在了石头后面 气息微弱 看到我 他咳嗽了几声 似乎想说什么 可是嘴巴一开 血就从嘴角里流了下来 我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势 试着搬动一下石头 可是一眼看下去 下半身已经全部压烂了 实在连看都不能看 我叹了口气 你 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看了我一眼 咬了咬牙 从岩石缝里扯出 他从王老板那里弄来的背包 甩给了我 我接过包 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他咳嗽了几口 吐出了很多血 然后也不再说话了 闭上了眼睛 我顿了顿 想问问他 当天到底是怎么一个经过 忽然轰隆一声欲响 整个山洞狂震 我几乎连坐也坐不稳了 撞到了岩壁上 顶上又是悠长的 一连串石头开裂的声音 我吓得够呛 心说难不成 外面那条巨眼蛇又开始装了 忙忙着腰向洞外爬去 老仰这时候突然嘶哑地叫了一声 老我 我愣了一下 不知道他还想说什么 回头一看 只见他对我张了张嘴巴 突然他所在的那块地方坍塌了下去 上面的石头瀑布一样的翻落了下来 一闪之间 他就像陷入泥沼一样 消失在碎石堆里了 我心中一记啊 竟然有一种私心的感觉 但是此时也没有时间调整情绪了 几个翻滚避开落石冲到洞外 正赶上一团黑影又撞了过来 我赶紧往边上一翻 黑影子撞到了山体上 整块山壁都给撞得震动起来 石块纷飞 山体蹦出了一条裂缝 一直从我站的地方延伸下去 我看到撞得如此厉害 不由的奇怪啊 这蛇难道不要命了吗 转头一看 原来不是这样 只见刚才爬出去的那条黑蛇巨蟒 已经和从青铜树中爬出的细鳞巨蛇 缠绕在了一起 斗得难解难分呢 那细鳞巨蛇体型比蟒蛇大出不少 但是打斗起来却丝毫占不得一丝上风 加上两条都是黑色 一时间也看不出谁是谁了 只见两团黑色的旋风在青铜树上不停的缠绕 尾巴乱扫 将四周的石损石乳拍得像炮弹一样乱飞呀 我从没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 只看得呆了 突然一条尾巴直接扫在了我的脚边上 我占的整块石头给扫成了石粉 情急之下我忙往四周一抓 却没料到边上的石头全部都已经给撞得松动了 一下子没抓牢 整个人向下面的深渊就栽了下去 几分钟内几次经历大声大声 一下子我也反应不过来 大叫一声忽然就听到了轰隆的水声 接着浑身一凉耳边一静 整个人竟然掉进了水里 他娘的哪来的水呢 我一直刺进水里六七米才停下来 入水的姿势根本无法调整 就听见脖子嘎巴一声 不知道是不是断了 浑身用不上力气 人直往水里边沉去 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 一个人影从背后游了过来 将我拖住 把我就往上带去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一直躲在厦门岩洞里的粮食也 大概也是给不断上涨的水给逼了出来 看到有人掉下来了 过来拉了我一把 冲出水面一看 只见我们刚才爬上来的深渊 不知道何时变成了一个水潭了 水里有水流涌动 不知道是由哪个地方涌进来的 水位还在迅速的上升